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选举 总收入它报了4亿 隔余的有6千万 对 木可的获利4千万 这两个加起来就1亿了 它在这个总统选举里面 已经赚了1亿了你知道吧 还有另外一种钱就是黑钱 我估计它大概有1亿现金 1亿现金从哪里去不知道 它绝对不相信任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木可 基金会 党部 全部都是由柯文哲一个人控制 我通通把所有的钱 全部转到这个线上小额汇款 夫妻两个是鸳鸯大盗 鸳鸯大盗 他们开始搞这样的选举 根本不是要选宜的 他们就是来搞钱的 从头到尾都在搞钱 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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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在说谎 对 我知道 这柯文哲太夸张了 它什么钱都要 什么钱都省 然后你这些基金会 不知道照一讲 不是应该做3次吗 刚才抓到 你进了1800多万 出了1400多万 然后那个账 完全不清楚 不 我们要看一下 它有两个基金会 一个众望基金会 一个什么台湾基金会 那这两个 其实它的金额都不大 因为它整个搞下来的话 整个总开销 它是登记资本额1000万 开销大概2600 2700 所以这个跟柯文哲的预定目标 一定是差距很大 因为你要反过来看 它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选举 总收入它报了4亿 对 有4亿台币 有4亿台币 它里面结余的有6000万 对 那里面灌水的部分 3亿多还有灌水 然后在这个整个总统大选里面 它整个在帐上结余6000万 募可的获利4000万 这两个加决就1亿了 它在这个总统选举里面 已经赚了1亿了你知道吧 就是收募款 对 收到4亿嘛 它已经在那边 东搞西搞搞了1亿 选大选 赚了1亿 然后1亿里面呢 有2700万下落不明 对 就是被人做假账 就是现在检察官在查 这个事情 好 所以你就知道 它有1亿不见了 对不对 它有1亿的获利 然后其中有4000万进到募可 有2700万 可能它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不晓得 这是目前它的状况 也就是说 这个选举 还有另外一种钱 就是黑钱 就是有很多 像我朋友捐给他 送给他的钱 就1000万 1000万 还有另外的 别的朋友 600 500不等 这种钱加加起来 差不多大概1亿现金 就是他的1亿现金 藏哪里的 我估计他大概有1亿现金 1亿现金藏哪里去 不知道 他那个钱 一定不可能说 因为他不会相信任何人 你知道吗 对 他绝对不相信任何人 他不会相信李文中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募可 基金会 党部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进种 对 全部都是由 柯文哲一个人控制 每一笔账都要一个人控制 你看他 然后他马上他多恶劣 总统选举完 中央选举委员会 拨的款进来之后 他马上就交代 三分之的拨拉户头 7000万到我口袋里面 就他先到他口袋里面 然后讲说我都不知道 他说都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讲的说 好 就7000万 加上募可 4000万就已经111的 对 那另外不明的 有个2700不见了 所以我统称加起来的话 他从这个里面 搞代搞1亿5000万左右 所以那这些钱 都去哪里了 对 1亿5不见了 都不见了 这钱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是不是在USB里面 对 你懂我意思没有 然后他里面讲的 他完全直接指挥李文娟 对 李文娟每个动作 他都负责指挥 没错 他讲的很奇怪的一句话 那个媒体大亨捐100万 对 快什么时候把它处理好 100万处理 那捐钱为什么要处理 开发票就好了嘛 处理什么东西啊 洗钱 他把那个100万变成 99999嘛 对 他把100万变成 他洗掉 变成10笔99999的洗掉 就通通去 他拿了100万 再去处理 怎么处理 经过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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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木款的那个机器 对 那个 小额木款 政治现金 小额木款 他把它转进去嘛 所以他的 他的百分之八九十 全部是小额木款 对 那大额木款都通通不见啊 所以那个账也看不到啊 可是那个到底是谁的 所以也有可能 USB里面也有原来的那个 借尸还魂 把那个 这个原来的名字 就跑出来了 明细表又跑出来了 所以他的花样 一大堆 他发现 他最后 他发现一个方法 就说我通通把所有的钱 全部转到这个线上 线上小额汇款 对 所以你就发现说 其实他的基金会 这些要开大额发票的单位 他通通都没有什么运作 就停了 就停掉了嘛 停掉怎么办呢 钱停 钱通通把它提光 剩十万块 你知道吗 所以就把众望的钱提光 通通搞光光 那个留个十万在里面 让你去对内政部交代 对 这钱去哪里了 倒他口袋嘛 众望那边又两千多万不见了嘛 对 所以我刚算他一亿五千万 算是对他客气的 你知道吧 所以他每天在搞这个玩意 他搞这个玩意 搞玩意的结果 结果在哪里你知道吧 在哪里 USB嘛 他都在USB 太复杂了嘛 你昨天就问 如果只是一千五百万 连你跟我 我们两个人都不需要去 寄一个什么一千五 一五零零小赠 他干嘛要寄 代表那个是厨房不及备债啊 他比数太多比了吧 他每天在搞这个玩意 他每一笔都自己在搞嘛 连那个五十万他都在问嘛 对 那个五十万有一个食品业的五十万 这现在在哪里嘛 对 他什么都知道你看见没有 他每一笔账 所以这个法官说他巨细迷移 巨细迷移 还还相够 精明干练 精明干练 他老婆更荒谬 跑去跟两万个小草吹牛 我们每笔钱都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对 那很简单啊 那你写个状纸给法官就好了 陈佩琪 我一直同情她是个医生 你公开在几万人面前 在台湾老百姓面前 公开说谎 一个台大医学系毕业生 在台湾当医生 是我们台湾的 高级令人尊敬而敬仰的 一个小儿科专科医生 对 你在那边公开说谎 这个太离谱了吧 你这个钱本来就是搞得很不甘不净吧 那你今天如果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他没有一笔钱是干净的 那没关系 他公开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就请你不要跟演讲讲这个话 你就写一个书状 委托一个律师 写给法官就好了 你把法官不要乱办 你法官写那个裁判文是错误的 我现在告诉你证据是什么 我把我陈佩琪的信用跟亲遇 然后整个跟你要回来 因为法官搞错了 他至少把那四千三百万跟我交代清楚就好了 不管几千万 因为他现在说的事实到没比较 lesson干干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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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白白 那谁说他不干净呢 谁说他不干净 法官说他不干净嘛 那你要给法官去辩解 你跑来跟小草讲这些干什么 你把 你是跟小草说谎 然后鼓动小草 来反对政府 这是你台大毕业的医生 你陈佩琪的行为吗 是这种道德标准吗 所以他夫妻两个是鴛鸯大道 鴛鸯大道 所以他们开始搞这样的选举 根本不是要选宜的 他们就是来搞钱的 从头到尾都在搞钱 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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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在说谎 他老公大便大一个小时 你相信吗 我当然不相信他 他在搞他的灭政的工作 所以近干一些低级下流的事情 然后居然公开 还在那边大言垮垮 毫无休止之心 这对夫妻实在是 罕见的台湾的人类 今天柯文哲做了一个动作 我不肯告 好像我真的是台湾的曼达拉伯 他现在不敢肯告 他现在只能归缩起来 什么事情 越云淡风轻越好 因为今天约循了沈静晶 今天找了一个金流的高手 甚至今天讲到的 USB的1500万的确是真的 如果USB里面真的有一个XL档案 XL档案里面有个1500万 确定是真的话 那只有沈静晶吗 还有其他人吗 如果有其他人 那才是阿伯最可怕的恶梦 邦达哥现在呢我们讲柯文哲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火烧连环船 你不要误会了 邦达哥我给你保胜一件事情 就算柯文哲抗告会赢 他也不会抗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旦抗告这个裁定出下来之后 大家就会真相大白看到这个 E-Sale档的真面目 绝对清清楚楚一笔一笔写在里面嘛 如果是那个样 我讲柯文哲的事情就大条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得到验证一件事情 这个1500第一件事 它不是下午3点 在第二件事情 这个1500它不只只有一笔嘛 保陵我访问你一件事情好了 请问一下USB里面 只会有一个E-Sale档 当然不会啊 如果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怎么办 如果说一笔一笔发现 沈静晶只是个小咖 后来发现还有什么中部电环大亨 然后南部博弈大亨 什么科技的大佬 一笔一笔全部下来 那请问一下那会变成什么 所以有电环大亨 有博弈大亨 有科技大佬有这么多人 那会变成大型车祸现场 保陵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沈静晶今天柯文哲惹不惹得起 还惹得起 如果今天是电环大亨 他惹得起吗 惹不起 如果博弈大亨他惹得起吗 所以柯文哲干嘛 好啦好啦好啦 没有西市你人就好了 不要再查了 我在里面灌两个也反省反省来 不敢了嘛 真的假的 这个炸下去 我跟你讲他没办法收拾 是柯文哲都没有办法收拾 为什么今天讲白了 今天媒体包括检调去揭露这些 因为大家只是不想再开别的战场 因为今天大家只针对金王哲的战场 但你如果柯文哲一样抗靠到底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我就不得已把你这所有 整头拉曲的 一二三四五个 以色尔党全部公布出来 那会很可怕吗 当然血流成河 那个对柯文哲来讲是核暴级的 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 因为今天都是媒体报道 如果今天检调证明 柯文哲有拿博弈大案钱 柯文哲有拿电话大案钱 柯文哲有拿某某某钱 那我请问一下柯文哲要怎么收拾 他就没办法直接报了嘛 但是我很好奇说 如果是一个一千五百万 那有几个一千五百万 那如果有十个就一亿五了 那如果在累加起来 搞不好有给更多 那搞不好柯文哲 你如果说你今天多个一千万 两千万也就算了 如果你多个十亿二十亿 那你柯文哲在整个社会的形象 会完全不一样哦 那你多个十亿二十亿 难怪你敢去看个一点二亿的大楼 我问你一千五百万 需要有Excel档的记录吗 当然不用 你用Word也可以 用小画家都可以 画一个1500都可以嘛 所以用Excel档代表一个是 数量庞大 再第二个 需要装到USB里面 Excel档我们讲 拜托手机也可以装啊 很多地方可以装啊 所以代表说 你是有不止一个Excel档 搞不好还有资料夹 分门别类的 你才会需要用 你做USB专门去处理这些文件嘛 你要什么 整理分类啊 所以各位啊 你要想想看 如果一比一比那些数字 全部通通的钱 你柯文哲这样怎么有办法 所以你知道他这一招 是在耍赖你哪一招吗 懒驴打滚 赖金泽罪负我 对嘛 然后就眼睛看着那个监视剂 好啦好啦 赖金泽总统 我懒驴打滚 我看着你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因为 我跟你讲 他也只能拖到起诉 而且我也很简单的问题 起诉需不需要 把所有的成当政公 全部公布出来 当然需要 所以柯文哲他只是拖一天算一天 他现在心心念念 只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期待等到拖到起诉之后 我现在跟你讲说 好啦好啦 崩试生没事啦 好啦金泽罪没事啊 我也不要闹了 我也不要吵了 为什么 他现在每天烧香拜拜 就期待一件事情 希望起诉疏 只写金泽罪就好了 他只害怕这件事情嘛 因为如果起诉说 根据该Excel档 因为柯文哲还顽强抵抗 对不对 打死不认 那打死不认 我们现在的结果里面 发现说跟他的口供不一样 因为里面有ABCDEFG 然后全部卷宗 全部公布在这个起诉书里面 那宝梁哥他会变什么你知道吗 是郑文哲2.0啊 你看一下郑文哲那个时候 顽强抵抗结果是什么 你开会我也把你公布出来 你对话记录我也把你公布出来 你老爸嘴很大 我也把你公布出来 巨细迷语 对 未来后续还有我们讲 北四科 新华城 台志光 地狱果散场 南港 BOT案 但现在最害怕的什么 不是六大案 如果变十六大案怎么办 就是不要好了 因为我后面案子还很多 所以关键在那个Exceled Down 对 那才是钱 对 不是讲那个 我讲宝梁哥那不是钱的问题 你现在看他如果惹到不该惹的人 对喔 把他不该惹出来 他搞不好连监狱都出不来 真的最可怕的嘛 你如果惹到白的 明面的就算了 但如果你今天拿的是黑的 是有些奇怪的 在监狱有私利 我讲 可不可以倒大美 所以对我来讲 现在只能认赔杀出 反正进化成这案 就当做我倒霉了 那紧接着来 我现在看的是未来 我其他案该怎么处理 统整起来之后 我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出来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 在进化这个案 光这个USB 这个咬到不该咬的人 就已经让他认赔杀出 所以瑞德 原来搞了白的 今天不抗告是 第一个 你抗告当然不会成 可是别人不抗告 抗告不会成也告啊 他说现在最好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息事 息事宁人 因为 他不能让那个USB 里面的东西弄出来 那USB里面 真的有很多其他的人吗 有很多不同的金钱吗 问题真的很大吗 这个USB 到底有没有这个USB 从这个台北地监署的 相关的发言 就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他们今天 扬言用他事案来 侦办泄密码 我赞成台北地监署这样做 以求至亲说 消息不是你露出去的吗 他们用八个字来形容 叫做 不与置评 无法证实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真的对阿伯来讲 是一个核爆级的灾难吗 我告诉各位了 有关于那个什么 这个1500 不是马上就有政客马上说 哎呀 或者酸民说 那是1500 就下午三点吗 今天马上就打脸你了 马上把柯文哲的当天 2022年的 11月1号下午 整个行程弄出来给你看嘛 要死不死 刚好那天下午 两点多的时候 他到了大同区的 相关的 那个相关的 李民活动中心嘛 两家电视台 刚好又拍到 当时的时钟是两点多 他三点离开 三点半的时候 到达另外一个地方 当时他的民政局长 蓝世聪陪同嘛 还有一队里长 什么东西 媒体都在都拍到嘛 那我请问你 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那么1500 在下午三点 怎么回事 当然你也可以告诉我说 如果按照他们 很会瞎掰 很会掰 他们就说 那是刚好车子开出去 然后开到路口的时候 门打开 刚好有个叫小沈的人 就坐进来 聊了五分钟 就下车了 你也可以这样掰嘛 随便你掰啦 早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跟你讲了嘛 你们要掰四位数的说 那是15004 下午三点 三位数你怎么办 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有讲啊 三位数你怎么办 三位数你怎么不能跟我们掰 是凌晨两点 凌晨三点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明后天 大家静观其变 看有没有进一步的 这个等到静后加音嘛 不客气地说啦 在2014年 十年前 当时柯恩德还说他是墨率的时候 当我所认识的一些金主 也就包括台独金主 包括我所认识的广播界的拒破 媒体的大亨 这些人是怎么偶然你的 那些钱你有申报吗 一直到现在吴董所说的 那么戴华修行1000万 你有申报吗 这些全部全部加起来 这十年之内 那么多的钱 还有很多很有名的 这个等于说 台湾知名的将军的人物呢 帮你召集这些 所谓的有钱人这些金主啊 为了帮你 这些相关的钱 你有申报吗 麻贼麻不食 食贼不令麻啦 我们都在讲金华城 都在讲木可政治先进弊案 都在讲五大弊案 就你们民众党 你们从头到尾 谈的都是用政治力 要介入这个所谓的司法案件 你们才是真正的新党国啦 好 对 吴董 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妙 就是刚才讲 刚刚瑞德王们讲 你7月说你要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呢你的10月14号 就成立了木可 成立了木可之后 10月18号 就核定了金华城的建案 我们这讲 我跑市政务那么久 最麻烦就是搞建造 建造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下来 上来 感恩戴德 怎么可能说 你这么有把握 18号拿到你19号 就可以办动土 你说这个东西 充满了学问的 对 他10月19号 确定是开工典礼 那个大张旗鼓 那个大宴宾客 对不对 他凭什么有把握 18号一定会下来 对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19号的 这个勤帖 已经发出去了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我们都知道 对 市长当天要在这里 所以他就用市长抵达 开工典礼破土这个事情 对 来强暴市政府的官员 配合 你非给我建造不可 倒推法 所以搞得市政府的官员 就鸡飞狗跳墙 就有一个必须完成时间 deadline最后期限 就是18号 对 那18号 为什么这18号重要呢 因为18号完了以后 就才有11月1号 对 所以11月1号 那个1500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目前判断 是金额 对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他写这个干什么呢 要我的话 你如果 你总共 假设我只拿3000万红包 对 你给我1500我也拿着算了吧 我登 那有人记账干什么呢 没有记账这种东西的 没有记账嘛 这个金额很大 或者很多笔 还有很多笔 笔数太多 笔数太多 我现在不是讲 沈庆金笔数太多 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的企业家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想通了 为什么北柬要派一个年轻的 懂得搞这个金额的专家 我问你嘛 如果里面出现了100笔 200笔的各种 各式各样的人物企业家 有些不见得是有对价关系 对 有些比如说 什么台中某 跟什么大亨 对不对 送他1000万 对不对 那我怎么办 你刘宝洁送他1000万 那我这个检察官 我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我把你刘宝洁上 全部给你翻天搞一片 你昏倒了嘛 我把你刘宝洁三个字 你上面也写了个1000 对 写了500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把你所有 刘宝洁在台湾银行所有的账号 给你的人头账号 往来账号 依次电脑 用AI下去给你操 你不要吓我 当然一定这样子干啊 不然他莫名其妙公布你 他要弄一个 叫做ATM的一个金流专家 来干什么 对 我告诉你干什么 你知道 你们这些人 给过他钱的人 坦白从宽 支持台给我北检报道 支持台自首 因为我通通可以查出来啊 所以他 我想半天 就像刚刚于峰讲的 因为他就是搞虚拟货币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专家 所以 现在所有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都把东西拿着 你要什么 马上给你 他不 我认为啦 北检故意放这个消息 告诉你说 我有一个这个人来了嘛 当然内行知道这个人来会什么 灾难会来临嘛 这是第一个嘛 这是专业 然后还有一些 有送过他钱的人嘛 有送过他钱的人 他如果 他知道一个账号 他可能可以超出 一千个账号 那这个问题多麻烦 你知道吧 我搞不好 讲来听 我伍子家可能养了个小三 我每个月给小三 二十万 妈给你搞 小三账号出来 我疯掉了嘛 对不对 就为了我送给柯文哲 一千万 就搞我小三 结果可能搞三个小三 哇 被人 因为吴宗献告诉我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吴宗献说 他们在桃园办案的时候 当年办桃园案的时候 他有几个起诉的嘛 有些没有起诉 但我问你 过程中他有没有监听 当然有监听 有没有监控 有监控 那有监控有监听 这种东西他知不知道 职业道德不能讲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查到我吴子佳有送钱给柯文哲 然后我也送钱给我的小三 结果不好 你知道小三账号给我曝光 那我不是昏倒 所以你知道意思吗 那为了 这个小三算不算是各支法要保密 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没有 所以我就 我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 北浅突然间派个高手进来了 然后公开 大家都知道 然后第二个 柯文哲怎么会有一个登记账的动作出来 而是Excel恢复的 Excel恢复表示 Excel不会只有写一笔 当然 一大堆啊 那是个表单嘛 那这个表单如果都是账号的话 才需要有时候高手出来清啊 那个清账的时候 那个是好几万个账号在那边交叉比对啊 所以这个事情啊 到最后难看 可能最后我们发现了 柯文哲现在家产万贯 可能有二三十亿的富翁 这才是台湾的笑话 今天早上我被省机器吓到 戴个帽子身上非常萎靡 做个轮椅 然后被全身抽取 抽取说 我好像身体有问题了 然后说脑袋有不正常的放电 脑袋有不正常的放电 赶快去吧 做电脑断层 就电脑断层之后 马上就会把他送回看守所 送回看守所 马上送回到牢房 结果他现在靠 那个刚刚讲 抗告会驳回 抗告会被驳回 然后高院直接讲 你虽然今天有介乎就医 但你的身体状况 没有严重到不能激压 保德哥今天是我们讲 沈静静跟北俭之间 一场生死豪赌 生死豪赌 讲来就八个字 就是要钱没有 要命条 拿命来拔 他直接拿了命 来跟我们讲北俭相夥 结果高院理不理他 不理他 完全不理他 高院就说你的身体状况 没有什么重病嘛 我跟你讲 你的命我不收 你要爱就拿钱来往 他已经77岁了 而且杨阳到77岁 听起来她的身体状况 本质没有很好 没有很好的状况下 今天还抽搐了耶 欢迎现在我们讲 高院跟我们讲 北俭要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 你不用啰嗦 我就是要逼你 把金流交出来 为什么这个金流 至关重要 保德哥 现在柯文哲 请问一下 确定的 我们讲巩固的证据是什么 土力 土力最巩固 但紧接而来 包括我们讲 你仔细看这个身体状况上说 检察官呢 对于这个实质上 形式上已经符合土力最料线 但柯文哲有不明来源财产 而且共犯一小会跟沈金睛 行贿有不明去向 换一次他在逼他什么 把不明去向交代清楚 对 咬出来到底这个金流 有没有到柯文哲 到底你有没有行贿他 进而把原本罪定本刑 第六项我们讲的 五年以上的土力最 衍生成什么 进阶成什么 十年以上到 无期徒刑的收贿罪 因为当时有讲说 当沈金睛这个 金华城案子过了以后 他论功行赏 论功行赏是透过 印小微去分配 在印小微去分配的时候 刚好柯文哲的配偶 柯文哲的子女 这个账户 都有不明的资金进去 他现在两笔钱 我要勾系在一起 两笔钱要勾系在一起 关键就在沈金睛 沈金睛知不知道 知道他想不想土 不想土 结果今天 我就说我要保卫救援 我已经活不下去了 我已经全身抽搐了 可是没有想到 高院直接驳回 而且沈金睛坐着坐全套 为什么 坦白讲高龄77岁 就算今年在那边抖 都在说我去做电脑断层 然后你说 可能假的吧 可能延的吧 但不对哦 我们讲 北减跟高尹都有风险了 因为他年纪真的太大了 那里面温度这么高 这样一直待着待着 会不会到时候真的 我们讲关出病来了 很有这个可能哦 是假的 所以双边都在好赌吗 就神经心赌说 你确定哦 我就是不把钱交出来 那高院也在赌说 没关系 我知道你可能会有危险 但我就是要把你 毕竟你把他交出来 所以你看哦 不只是我们讲沈金睛 包括吴顺民 包括彭震生 现在都被抗告驳回 而就连殷小暉提出抗告 我坦白讲 保险哥很难 非常难 而且今天不是沈金睛 彭震生的抗告 其实他的理由也是一样 我的身体不好 你让我出去 我绝对没有逃亡治愈 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你现在犯的是 本刑五年以上的罪 而且你已经有淹灭证据 我刚刚讲 他已经确定 彭震生有淹灭证据 勾串这个证人治愈 他讲说聚保折付都不来 众也也在这里 彭震生也讲 我的身体状况不好 没有哦 你的身体状况 没有罹患重病 不能加的状况 也就是 现在不管彭震生 不管你沈金睛 你都不要告诉我 你身体不好 你这个压 你压定了 没有 有多么凄凉 他坐着轮椅 然后呢 根据顾及者的说法说 全身一直这样 抓住 一直抽策 很可怕 然后你知道 医生直接跟你讲说 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抽搐是真的 因为每个看守所都有医护士 如果这些医护士里面判断 我们不能治疗 他才会送到外面的急诊 当然 为什么 因为抽搐 我们这个急诊医师直接讲了 第一个 他很有可能是猝死之前 脑部不正常放电 再来呢 有可能是癫痫 这两个都会致死哦 只有唯一一种 第三种可能是说 他太过于教育了 所以一直过度换计 过度换计 但你想想看 今天包括江振玉 包括林静岩 包括郭建玉 这个专门针的虚拟货币 所有检察官到位 他们铁了心 就是要你把案情给交代清楚 否则绝对不放你出去 所以 今天你就算 刚刚讲的 你有生命之余 我只要去找电脑断层 只要你能够积压 我都要压到底 那也就告诉沈庆金 你死了那条心 你不要想交保 这个保外就医 你也不要想 能够出去了 当然为什么 因为我们举一个 过去陈庆的例子 陈定男我们大家叫 AKA陈青天 当时陈定男就办了一个 非常轰动的案件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呢 时任这个就是黄润忠这个人 他干嘛 他是一个欠税大户 他是股市非常有名的人 结果欠税欠了多少 14亿 结果干嘛 直接把他裁定的管收 也是一样 被收到司令判所 就送去之后 他这个情况比陈庆金还严重 你知道他收什么样吗 他有糖尿病 然后最后呆子呆子呆的 因为受不了了 就直接引发败血症 正是他当年 这个意气崩发的样子 结果进到牢里面 你看什么 全身都发黑了 这个跟沈庆金一模一样的故事 那相当讲的 现在因为经过昨天的 这个所谓的 激压境界了以后 已经非常确定 已经巩固了所谓的 图利罪的事实 巩固图利罪的事实 刚刚讲 搞了半天今天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巩固 你不是没有心思症吗 结果是 柯文哲自己大嘴巴 保险我们常常讲 你会让你去家 还是你知道吗 这句话是真的 因为柯文哲就让他去家 还是啊 底下许多公务员 不断的提醒他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这叫 明治不可而为之固犯 但是呢 他仍坚持要这样做 而且贯彻他的意志 囧然若皆富裕胸的明显 结果呢 还导致我们讲的 共犯省境金 也就是现在被压着 想要在那边抖着抖着 抖出来的那个 获利200多亿 所以按照 汤务之调条例 第六条图利罪 最嫌重大 欢迎知柯文哲 我们讲太保才给了检方 我们讲给了 给我们院方 这个所谓的有可能会灭证 不诚实的这个原因 因为你咬的太死了 你说你连八百四都不知道 八百四到今年三月四月 都才知道 这个时候你就给检方 因为讲 你有很好的标的 我有很好的攻防的这个标的 很简单 今天第一个 他就要把苗伯雅 当时质询他的东西丢出来 第二个 把他的六字的签名 给弄出来 接下来 去证明你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把三项铁证丢出来之后 所以从这三点可以证明到一个结论 柯文哲早就知道 柯文哲积极参与 柯文哲全程都涉入在里面 甚至明知违法 还为之 而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积压境界 让他现在在里面蹲 所以刚刚讲到 比如说那三项证据以后 他讲不争辩所谓的事实 就是苗伯雅的你不能争辩 那六个签名你不能争辩 那个便当会你不能争辩 这三个不能争辩 就证明你早就知道 八百四的这个所谓的内容 知道八百四的内容 就说你说谎 说谎你就是明显的徒例 所以你明知违法 执意为之 这个罪就框在你的头上了 好那瑞德 刚刚讲的 今天三个被告 全部抗告全部被驳回 抗告被驳回 你说这个东西非常严重 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标 这个代表 阿伯你现在想要抗告 根本没有机会了 还有今天如果审庆金 还有彭正森 如果真的没有把事实 交代得非常清清楚的的话 你真的就不要想出去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小微所提的抗告 也会驳回 那么这四个人驳回了以后 那么我会奉劝柯文哲 不用再找律师抗告了 为什么呢 就算抗告一样驳回 就驳回 驳回了以后 你要知道高等法院 你们直接都会在 第四项的这个声明里面 直接写 本案不得再抗告 你就不能再抗告 你就在里面 至少要待上两个月 一次两个月 地检署检单官 必要的时候 再延压一次 四个月 不好意思 你们可能都要在台北 看守所过年 不要说中秋节过不去 你们可能还要再过年 然后顶多再来起诉的话 各位要知道 这个案子有多大 所以起诉的话 法院可能延压 一官 就跟昨天那个女记者讲的 那么主席 你现在不开记者会 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开了 没有机会了 你再出来运气好 让你交保 像郑文餐一样可以交保 对不对 运气不好 你可能一直关关关关 关到民国几年 不但因为法院 可以无限制的延压 一次几个月 几个月 一直延下去 我告诉你 阿伯 柯文哲在一个 闲台北看守所的后省市 不是 这个整个环境不好吗 糟糕 你要知道 很糟糕的后省市 还有冷气 他现在关 昨天晚上 你不觉得 昨天跟今天 整个大台北地区 天气特别热吗 好闷热 你在那小小的一个 台北看守所的牢房里面 关了三个人 你知道文天祥政气科里面 有个人气 你知道吗 对 什么叫人气 你全身的汗臭 体臭 腋下的 那个味道 包括你的香港甲的味道 全部的味道 还有旁边 你的马桶的抽屉 你以为马桶是抽水马桶 无限制的这样出来抽屉 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你用的水有一定的 你们看旁边 有个大的那个水桶嘛 你的水 你的什么东西 都有一定的量 所以包括 没有冷气 只有个电风 现在还有电风扇 以前连电风扇都没有啊 你知道那里面的环境 有多差吗 那个环境的差 不是你阿伯 口中所嫌的 什么台北地检署的后省 是那个一个在天堂 一个在地狱啊 那还是天堂地狱 我跟你讲 他一定受不了 三天就受不了 为什么 你看彭正森就好了吗 你看省庆庆就好了吗 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一个礼拜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北京 你今天都已经坐着论语 他说全身抽搐 全身抽搐总不是假的吧 全身抽搐都说 你没有罹患重症到不能积压 你要到保外就医的条件 必须要怎么样 已经到生活不能治理 比如说你中风了 你今天如果中风了 送出去 而且正式就中风了 就有可能解除积压 给你改中保 你说要生活不能治理 可是你要知道 省庆庆七十七八岁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养尊取由大老板一辈子 然后彭正森当副市长 也没有遇过这样 他还有慢性病嘛 对 可是你身体不舒服 跟你有慢性病 跟你没办法适应 不好意思 跟我的积压药件 完全不一样嘛 我就被关在里面了 你以为柯文哲很厉害啊 柯文哲连一个 有冷气的后省室 回去以后 都控制一大堆 你忘了他的民众党 副秘书长徐甫说 这个我们应该要来改善 这个后省室嘛 我会建议啊 被关一关了以后 民众党反正那巴西 没用的不分区立委 你们就来讨论全国的 看守所跟监狱的 相关条件的改善嘛 很简单嘛 所以呢 事实上关进去 现在又是台湾最热 这两天都是三十七八度 在里面那种闷啊 那种闷的 对不对 心情的屋嘴之外 还有闷的 还有 很多小草会误以为说 昨天晚上的菜单 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上网去看 可以看到台北看守所的 相关菜单嘛 对 大家好讲 哎呦 红烧猪脚 还不错啊 还不错对不对 不好意思 各位 三十几年前 我在特种部队 小弟我干了半年的 火尾跟采买 我每天开出来的 蚂蚁上述 听起来都很像川菜 真 这个菜名都是这样 但是等到真正 你拿到餐盘上 喂 怎么蚂蚁上述 就跟收水一样 这是蚂蚁 跟那只蚂蚁 这就是火嘛 火红火蚁 怎么不一样啊 不是啊各位 那个开出来的餐单 看起来都很好 但问题是 狮子头是狮子头 等到端上 那个受刑人 那个狮子头 是不一样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像餐厅一样 没有那回事啦 因为我们所有的 这个监所跟看守所 他每个犯人 每一天 每一餐的这个素食费 都是固定的 所以呢 大锅炒 你看到没有 大锅炒大毯子 一次要煮给几千个人吃啊 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 检察官 那么很简单 已经告诉 所以意思就是 你想交保他 和盘托出 五点证人 马上交保 好 所以楚慧 刚刚讲的 现在这个 院检双方 院检双方态度 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而且今天高院也驳会了 刚刚讲 包括沈静晶 包括彭震生 包括吴顺明 现在接下来 看起来应小微的抗号 也会被驳回 这个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今天如果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了 对 我们看到 地院的两次的裁定书 先不要讲 他对柯文哲的态度两次不同 可是他们对金华城的 这个不法利益的态度是 两次都是确定的 两百亿 一次是一百多亿 一次是两百亿 所以地院的新政 不同的法官对于金华城 第一个他是不法利益 这件事是确定的 第二个认定的不法利益 越来越高了 为什么从一百多亿 变成两百亿 我跟大家讲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之前我们一直只认定说 这不法的利益 是20%的容积奖励 这20%的容积奖励 大概涉及五千多瓶 楼地板面积 每一瓶市价两百万 就大概是一百多亿 但是到了上一次的地院的 裁定书里面 提到说不法利益200多亿 这是认定说 金华城整个都市计划法 自提的这个都市计划书 全部违法 也就是包括说 人容移的部分都是违法的 人的百分之30都违法 对 所以才会高达200多亿 也就是说 现在的地院的新政是 整个科市府 通过的那一整套金华城 依都市计划法24条 自提的都市计划书 现在都认为是不合法的 这是第一个地院的新政 那我想未来就算正式进入司法诉讼程序 换了法官 我觉得也不会改变太多 再来那一天我看到 柯文哲的律师 布出法庭之后 脸色凝重 而且讲了三个字 讲这三个字 就像是医生 布出手术室 你说尽力了吗 对 脸色沉重的说尽力了 大家想看这个画面就出来了 就很像医生 布出手术室 然后家属很紧张 围着医生说 怎样怎样 医生说我尽力了 这通常就是 没求啊 状况很严重 我们不要说没求 状况很严重 因为大家还记得 之前在侦查的时候 那个律师还恰恰恰的出来说 怎么可以以A案问B案 怎么可以12个小时的问目可 所以如果说在那个侦查庭里面 在那个积压庭里面的话 北检出示的证据如果不够齐全的话 这个律师可能会出来就开始说 不够齐全啊 什么跟第一次一样 什么有这么大的差 他可能就会跟着黄国昌一样 他们在抗议 对 可是大家看一下 这次克文哲是只有三个律师 三个律师都点边 都没说话 然后就是政治人物在那边讲政治语言 可是三个律师之前不是法官 就是检察官 三个出来都不敢讲话 唯一敢讲的只有三个字 叫做尽力了 然后接着脸色沉重 那代表什么 这三个律师完全知道 在积压庭里面 这一次北检拿出什么证据嘛 拿出的证据是 第一个 柯市长不得不承认 所以里面的裁定书有写到说 柯市长已经坦诚部分事实了嘛 第二个是 这个裁定 这个这次北检出事的东西 是连三个律师 都没有办法 再帮柯市长辩解了 所以只有脸色凝重的出来 跟大家交代说 我们尽力了 我们尽力了 所以我觉得即便在提抗告好了 结果也不太 我觉得也不太会变的 那出不来了 我觉得不太会变的 因为今天看到 我们高等法院对其他的被告 对 快很准耶 那个 抗告说一送进去 你根本没有发回 重新更审了 直接就是驳回了耶 代表说连地院也好 高院也好 认为这个案子 第一个犯案 这个严重程度非常严重 然后不法利益十分庞大 而且这一些人 涉案程度非常严重 今天提训了沈金金 提训沈金金 查的就是那个1500 现在应该非常确定的 在那天的下午 他并没有跟沈金金见面 在1500就是1500万 查这个沈金金的1500万 就是这个钱到底怎么出来 到底怎么进去 这1500万怎么会进到 柯文哲的户头里面的 宝洁从今天开始来说 会有更新的剧情会出现 为什么 保险现在可能是 第二波的收网行动 即将要展开了 第二波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我们礼拜六的时候 东森直集到什么 这个林俊妍 还有这个江振玉 还有郭建玉等等的 这个这一次的承办检察官 他们在北检里面加班开会 你说礼拜六晚上还加班开会 对那显然是 他们有更进一步的 这个动作要展开 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 又加入了一个检察官 叫陈文景 陈文景保险跟你讲 他是全台湾 可能是追查金流的 第一把的高手 所以抓钱的 对所以也就是说 除了原本的检察官 加入个金流高手 所以下一个阶段的 侦办方向 其实非常清楚 就是要抓金流 为什么要抓金流 我们讲 财经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柯文哲 你的确是有徒利 而且你知道 事实际上有财产来源不明的分 因为什么 因为在应小为要分配的时候 其实刚好时间跟你斗上 因为应小为要分配的时候 是在111年的10月18号 通过建造之后 可是你们的检呢 在111年的11月1号的时候 你写了1500万这个数字 对 然后你的夫人 还有你的子女 有非常多账户的 不明的金流流进去 那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呢 我只要把你们流入的金额 跟当时的应小为 在分配的过程中间 能够两边这样 好像连一连看 连一连看 把两边连上的时候 宝洁你不是徒利了 你就可能是贪污收费罪的一个重罪 因为现在 沈建金跟应小为 为什么可以收下警戒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 有4700多万 这个钱 才可以有一个金额的往来 而这个金额的往来 非常清楚是应小为 在负责分配 分配了以后 中间有1500万不知去向 1500万的不知去向 跟现在陈佩琪 跟她子女增加的钱 中间少了一个断点 这个断点就在沈建金 若沈建金今天糟了 这个断点就勾连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 今天来说的话 这个北检马上就提讯了 这个所谓沈建金 沈建金就马上 你看 他你看 这个中午的时候 他是这样 坐着轮椅进去了 反正经过三个小时的提讯之后 他居然是剑步如飞的走出来 走出来 他到底是这三小时 今天就是走出来了 原本是病烟烟 前几天不是传出说 他可能生病了 还去这个就医 就我们想 三个小时之后 他居然是走出来 所以难道是 他讲了什么吗 只要他讲了 只要能够从他这边突破 因为现在就是缺少 那个连接点 你只要把这个连接点 完全连上的时候 这个柯文哲的恐怕就 差次也难费的一个状况 因为实际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彭赛生的证词 今天邵佩玉的证词 包括今天杜范伟的证词 非常清楚是 在这个裁定书里面 你明知违法 执意为之 而且贯彻意志 昭然若揭 刚刚讲的 你现在柯文哲刚刚讲 你的图利罪是跑不掉的 图利罪跑不掉 我现在刷你的金流 而且现在 刚刚讲 北姐已经用了所有的力量 去查金流 而且这个金流 我觉得非常明确是 现在为什么觉得 陈佩奇现在这么紧张 你特别提到陈佩奇现在 你又不看到 陈佩奇现在讲任何的话 他演技都是低的 现在演技都不敢 只是任何人 你说接下来 最大的破口 最大的关键 最大的问题 就是陈佩奇 没错 你看最近陈佩奇的 这个讲法里面来说 他说气弱由始 而且讲话来说 是完全魂不守舍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现在金流突破点有两个 一个就是陈佩奇这个方向 我只要能够把他的 怎么做的这个过程 把它突破掉之后 就可以知道状况 因为现在很清楚 就是陈佩奇你的账户里面 的确有不明财产 你的不明财产 你讲说 下次是什么 你爸爸的求不回级 什么什么的钱 搞费 大家都怎么堆不上 都不知道 当然你现在还在辩解 可是今天如果 这个东西被破解了 你的账户不但是有不明来源 而这个不明来源 是行贿的款项 那你的问题 你就不只是证人了 对 没错 所以现在陈佩奇的压力非常大 另外第二个 现在讲什么点 保洁我们不是说 1500万这个数字吗 1500来说 民众党就说没有 是那一天的这个下午 要见神进心的 可是保洁 今天最新的报道里面 来说完全打脸的 民众党的说法 完全打脸 也就是说在111年的 11月1号那天的下午里面 柯文哲在做什么 保洁那天早上的时候 他还接受了 这个媒体的这个访问 还讲到当时的这个选举 因为那一年的 11月25号要进行 这个大选 大选过程他还说 我们这个北市 有机会拿下县市首长新竹还有机会 那时候早上还在做这个事 好那早上下午他跑到哪里去呢 下午他在大洪区 他当时柯文哲 跟这个蓝世聪 当时的民政局的相关的官员 他们就在那边 在那边说 保洁三点多一直说 死到五点多都在那个地方 而且那时候 他没有离开 对而且那时候 非常多的影像 非常多的里长 非常多要准备 跟他这个造势的 都有拍相关的影像 所以他当天的下午1500这个时间点 确定他人是不在 他没有去看省基金 他是在大同区里面 啪啪噪 所以2022年11月1号 下午的3点 他跟省基金没有任何联络 对好 所以没有任何联络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 柯文哲的幕僚就说 他的行程都是用 所谓Google的行程表去排的 不是Excel的格式 所以Excel那个格式来说 保洁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讲出来的1500万这个数字 的确是真实的1500万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刚刚讲到的 这个Excel的里面 的确有一个1500 而这个1500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1500万 如果这个1500万 跟省基金勾连起来 那问题就大了 对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知道 查这个汇到易小威 然后出去的金流来说 短少1000多万 1500万嘛 刚好跟你的1500万 两个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而且保洁 今天这个北景还做了另外一件事 他还把这个 因为这几天不是这个侦查内容外泄吗 他还分一个他自然来调查 就是说到底有谁泄密 保洁那他这个动作不是就坐实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对 对 那不只是这样 还有什么科技大佬 很多的名单 现在都开始外流啊 所以他一直人人自伪的一个状况 你说名单是真的 Excel是真的 真的有一个省计金 真的有一个小诊 真的有一个1500 对 所以北景才要做这样的动作嘛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压力点 都落在这个陈佩琪的身上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显然啊 他就说啊 这个我们家的钱都是我在管 的确 因为所有的金流的往来 他绝对都知道 可能很多现金呢 是直接柯文哲交给他之后 你看 他为什么要去ATM 一个存 一直存 一直存 保洁那ATM不是说不知道 ATM银行会有个总量管制 他觉得 你这个是 这个有问题的账户之后 他其实就会警示了这个状况 所以他其实呢 我认为他很早 金流就已经被盯上了 你说陈佩琪早就被盯上了 已经被盯上了 好那他又说什么 这个ATM这个钱很多是来自什么 乔菲琪什么 那我会钱给我儿子 可能问题是保洁 如果真的要会钱出去的时候 儿子当时人在日本 你用这个儿子的账户 这个会进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照顾你的这个妈妈呢 这完全都说不过去 对不上 他的金流完全都是完全对不上 所以现在只要 你再继续去查陈佩琪的 相关的金流继续往上查 另外一个就是把 能够突破沈静兵这一边 只要沈静兵 或是印象 有任何一个突破点 两边能够完全连接的上的时候 我相信当时的这个真相 就会完全非常的清楚了 好玉凤 我们要昨天让那个晚会 你们大家就觉得陈佩琪 非常的夸张 怎么样夸张 那个假装不是我老公盖的 是别人盖的 我们是新人专业的人 这样可以讲 当天上我们根本没有妨碍 我们也没有拒绝开门 当时我回去的时候 他说我老公在里面洗澡大便 大便了一个小时 我们怎么知道 大家会觉得非常荒谬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荒谬 你说其实 现在所有人 陈佩琪在是压力最大的一个人 我们在外面都觉得 他只是一个证人 可是你们长期跑 检掉你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证人 对 他现在所有的作为 都是一个准被告的身份 对 陈佩琪最近来讲的话 他接受这个 他在公开场合上面讲话 你不觉得他气落油尸吗 对 如果他是一个证人 证人来讲的话 在司法诉讼里面 如果你是刑德证 占的职的话 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 证人的话 检察官只能问你的 所见所闻 你只要讲出你的 所见所闻来就好了 大家记不记得 第一次开鸡押亭的时候 陈佩琪是先送到北检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不对了 为什么 你有看过检察官来 对于证人要求复训的吗 没有吗 证人其实 如果你的问题不大的话 你在教察局 你在警察局 你在连证署 你签完名 你就可以离开了 证人没有复训的 对 我们只是为你的所见所闻 但是证人什么时候会复训呢 当检察官需要你来拒绝的时候 检察官来拒绝 这份笔录为什么要拒绝呢 如果有拒绝的笔录 我可以直接把你转被告 我不用请你再过来 然后再问一次拒绝 恭喜你 你转被告了 所以陈佩琪现在是没有被告之名 但有被告支持 对 因为他有一份笔录 而这份笔录呢 要笔录要拒绝 只有谁可以拒绝 只有检察官 所以检察官已经先把 前置作业给作业好了 你在那个地方 连证署误完之后 我用检察官的身份 我才可以拒绝你 所以我把你拒绝之后 我可以用这份笔录 随时把你转被告 所以你看检察官来讲 这个手法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你用证人的身份 我请你来 证人可不可以请律师 不能够请律师 所以你所有的东西 我问 只问你要实答 而且没有律师在保护你 所以在工房上面的话 你看陈佩琪这个样子 他应该是挡不住了 因为他过去来讲 他讲了太多 太多他们家里的一个状况了 好的 刚刚讲的是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认为 检察官争与政治的上考虑 如果我今天同时 把柯文哲跟陈佩琪 列为被告 那等于代表 我真的是对柯文哲 抄家灭族 这样的一个政治后座力 现在看起来检察官是闪 闪了以后 对于陈佩琪的处境 有所改变吗 没有 因为你会看到 在这个所有的裁定书里面 陈佩琪的角色都非常清楚 你的账户都有不明的来源 而且非常清楚是 你什么时候去存ATM 你存了多少的ATM 这些东西 金额 时间 怎么样的储存 检察官竟然都有资料 所以你说 陈佩琪早就被盯上了 陈佩琪早就被盯上 而且现在陈佩琪 他的立场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这些禁流 已经都查得非常清楚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个保护自己 还是保护先生 保护自己 那你就要对你先生开枪 保护你先生的话 我就可能会转成被告 所以我觉得你用正人身份 去巩固他的政治 检察官非常的聪明 现在来讲 对陈佩琪来说 他是最煎熬的 如果真的 你有个拒绝的笔录 我把你转成被告之后 你要做什么样的 一个诉讼的攻防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北检提训了 这个所谓的审计金 就是希望你转为 不典政策 或者是你要供出 当时应小为少掉的 那1500万 跟这个陈佩琪 跟他的儿子 多出来的这个不明来源 中间到底是怎么样 勾连起来的 如果你可以讲 那就bingo了 可是你讲 就算沈金金不讲 陈佩琪也可以讲 对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你到底要不要 把这句话讲出来 如果不讲出来 你到最后 如果真的在一审起诉的时候 你变成被告 那你在司法诉讼上面的话 到底要不要 把你的责任切割出去 律师一定会叫他保护自己 问题是保护他之后 保护自己之后 可能客家所有的金流 全部都会被掀起来 好 宇轩 当我们讲到 今天大家看到了 沈金金被这个所谓的 集讯的时候 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且也确定了说 那个Ethera党里面的1500 是真是有歧视 真是有歧视 今天我们看到 镜州刊在即步的 去查了 2022年下午11点 11月1号 下午1500的时候 那天柯文哲 并没有跟沈金金界变 那天在大总区 就代表 那1500不是下午3点 好 那接下来 关键局就来了 那你干嘛找他来 就是你要确定 那1500到底怎么回事 那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去 你说 今天又要看整条线 这整条线是 从沈金金钱出来 钱出来以后 见到应小微 应小微出来了以后 中间突然有一笔钱不见了 一笔钱不见了以后 今天 陈佩琪就突然 天上冒下了1500万 保护哥 现在陈佩琪 我跟他讲 会你没在笑 他完全六省无主 因为理由很简单 现在检方找到了 关键的拼图 A就是应小微的钱 到底1500万 消失去了哪里 B也就是柯文哲 以及陈佩琪这边 突然间多了1500万 所以只要有办法 把他勾基 把他勾串 那就Bingo 答案中奖 其实我现在 我们原本外界 一直在讲说 关键的一个证据 跟一个勾基的 一个线索是什么 就是你的USB档案里面 有一个20222111 1500 小沈沈青青 那民众的反应 跟我们讲说什么 下午3点啦 下午3点啦 不可能啦 结果不好意思 现在直接抓到了 下午3点 你柯文哲人 在大同区间里长 而且还不是只见 一个是见 一个两个三个 还有媒体 去到现场图方里 所以宝德哥 你知道现在陈佩琪 是什么心情吗 什么心情 慌了 而且这个慌 不亚于柯文哲的慌 当时柯文哲 为什么躲爱 我们家里面 一个小时 现在陈佩琪状况 一模模一样 因为剪掉 同样来敲门了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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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来按门了 但宝德哥 你知道按的是什么吗 按什么 是你陈佩琪的 金库跟帐房 所以今天只要 这个大门一开 我跟你讲 所有事情 全部撩一撩起来 直接倒地 你就知道 为什么陈佩琪 在包括我们 你说金库的钥匙 在陈佩琪手上 对 我跟你讲 所有的线索 万流归宗 因为当今天 柯文哲在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一件事情 都跟陈佩琪有关 包括我们讲 1500万 请问一下 在院方 在检方里面的 裁定书里面 他讲的是谁 分配到了哪里 配偶 以及子女身上 再来 陈佩琪是谁去买 那个4300万的房子 也是陈佩琪 陈佩琪买的 那陈佩琪他说 我要秀 这个存款证明簿 给大家看 请问一下 陈佩琪现在秀了吗 没有 包括我们讲的 奇奇怪怪的700万 你要讲170万 也可以 也是来自于谁 陈佩琪 所以我跟各位讲 而且 去看1.21的豪宅 去看2.41的豪宅 也都是陈佩琪 对 而且再来 为什么 而且可怕的是 你今天去ATM 你做了什么事情都知道 你去看了什么房子 人家也都知道 你去了哪几条街 大家也都知道 对 那这等于是 陈佩琪所有的线索跟行踪 包括你的金流 各位最可怕的是金流 事实上一举一动 都在检掉的掌握里面 因为你今天 到现在为止 陈佩琪有没有解释说 1.2亿 甚至到2.4亿的房产 没有 没有 民众我完全不跟你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跟讲陈佩琪怎么样 心态也崩了 他现在状况跟扣文哲一样 为什么他出来 赵市场的时候 你仔细看他一个现象 跟以前不一样 那天他出来跟大家讲说 我天气风高气爽 我去看豪宅的时候 保险哥 他眼睛真的大大的 亮的 而且直视的媒体 这样瞪喔 这样左顾右盼 来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9月8号 也就是他那样照射画面 眼睛几乎全程都打不开 而且呢 时不时就低头 所以保险哥 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 第一 他在思考 人只有在思考的时候 眼睛会是瞇的 眼睛会是瞇的 因为他一直想一直想 再第二件事情 他心虚了 代表他内心的状况 现在已经完全不稳 因为 当然因为我跟讲 下一个 陈北极今天是证人 去应讯对不对 我跟讲 下一刻他再次应讯 他就变背高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啊 谁这个就变背高 因为你仔细听 陈北极描述了 非常多的细节跟内容 包括说 我的案情啊 包括我其实只是 因为我习惯 用这个ATM小额理财啊 所以我才去存钱啊 然后对于4300万 他交代不了 1.21他交代不了 2.41他交代不了 他只能就现有的说法 开始在我们讲 直下言侃侃而谈 那我跟这种犯一个大忌 你知道什么大忌吗 不是啊对 而且你怎么会把 口供用在那边讲 因为到时候 检方他就会 把你证据罗列之后 请你陈北极来说 陈北极女士 你当天呢 在造势场合商 你说这是ATM小领材 但是根据我们调查资料 不是哦 根据我们调查资料 你1500人怎么交代 你说是守伟贤 你怎么交代 等于说他现在陈北极 已经把自己的口供 定死了嘛 那你到时候进去之后 你现在不知道 你把自己的话讲死了 那你是在干嘛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 等于说你在加速自己的 证人转被告的 我们讲这个旗程 不然你到时候 要怎么拗 他越讲越惨 因为你已经留下证据了 那黄珊珊干嘛 还一直讲话 对 保留哥你就问他一个重点了 请问一下陈北极拿来的 勇气会跑到前台去 就是在黄珊珊在后面的啊 就是黄珊珊那天 去到他家 鬼鬼设计通通 把他载走之后 就把陈北极送出来 所以我跟你讲 黄珊珊看起来在背后面 一直盯着他 一直怂恿他 现在陈北极讲的每一句话 我跟会保证 一定都跟黄珊珊有关嘛 那黄珊珊知不知道说 陈北极这样聊这些 最后他会出自行 很有可能会准备告 因为他是整个 柯文整个案 我们讲 金流汇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帐房的角色 根本不是李文中 也不是李文娟 因为最后还记得吗 治疗公司是要来取代谁的 木可公司 那治疗公司 谁要成立的 陈北极啊 所以所有台面上的金流 很有可能都会在陈北极中央下 当黄珊珊在造势场 在我们讲两万人的聚会的时候 他讲的 我们讲 有咱们没捏 就跟你讲说什么 哎呀大家都共事决啊 哎呀司法太扯了 他都不跟你聊案情 结果被他推上火线的陈北极 每一句话都在聊案情 所以我跟各位讲 陈北极紧接变成 被告日子恐怕不远了 好所以粹北 刚刚讲的上礼拜六 他没有想到像林俊妍 像江振玉 像郭借玉 这三个专业小组在礼拜六晚上还在开会 开会都知道大家会有新模式的提讯 提讯今天马上 今天省信息就出来了 省信息出来以后 确定账礼拜五传出来 在Excel档里面 Excel档里面的1500 的确是1500万 也确定当天 你说2022年下午11月1号下午3点 你根本没有跟省信息界变 而且你如果把整个时序拉开 它是完全勾连在金华城上面的 是没错 昨天礼拜五所出来的这个账车 令人讶异的是 省信息1500小省这个数字出现了 而这个出现之后 对民众党会不会讶异 民众党整个疯了 整个党陷入疯狂 因为他们之前帮阿伯辩驳的是什么 这个检察官 罗兹罪民怒罪嘛 没有找到金流 怎么可以鸡押阿伯 结果账车一出来 是啊 金流 金流出来了 所以整个民众党发黄发疯嘛 然后开始乱讲嘛 讲说所谓的1500是下午5点嘛 结果镜头刊今天再去追了 追了柯文哲在2022年的11月1号 下午整个时间在大同区拜访里长 又到中正区拜访里长到下午5点嘛 所以根本没有离开里长的这个眼前 所以不可能跟审慶金见面 所以代表这个11月1号 1500不是下午3点嘛 所以不是下午3点之后 民众党现在要怎么自圆其说 这线路疯狂 线路疯狂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时间点 你真的巧到不能再巧嘛 我告诉大家 2022年10月18号 审慶金拿着20%的容积奖励之后 得到台北市政府 核发了金华园区的建筑执照 拿到了 建筑也拿到了 隔一天10月19号 柯文哲就出席金华园区的动土典礼 怎么敢 宝洁哥 哪有人18号拿到建筑 19号就动土代表 你19 你跟他讲 动土典礼一定要安排人 等于说我 我这个至少要花两个礼拜时间 等于我两个礼拜时间 两个礼拜前 我就知道你的建筑可以拿到了 没错 动土典礼有专业的公关公司在安排的 如果你不知道 你已经可以拿到使用执照 拿到建筑执照 你敢在10月19号 要求公关公司排在那一天早上 当然不敢啊 当然不敢嘛 所以这整个时间点 是不是都已经安排好了 而且你参加动土典礼的人都是大忙人 你没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人家怎么可能来 是 所以公关公司早就安排好了 再来市长的行程要不要提前安排 要啊 要啊 你有可能10月18号 这个拿到建筑执照之后 好就算公关公司来得及 隔一天帮你动土 对 市长的行程也可以如期的出席吗 当然不可能 市长行程至少要两个礼拜前吧 绝对要更早 绝对要更早 尤其那个时间刚好是在选举的时间 对 柯文哲要不要帮忙服选 要不要帮黄珊珊选 要不要帮议员选 要不要全台湾去跑透透 要 都要 尤其那个已经是在选前 一个月的时间 是最忙最忙的时间 柯文哲还可以出席 金华园区的动土典礼 代表着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嘛 所以是不是很巧 巧得但是 11月1号的时候 沈庆经就出现在 柯文哲的秘密战策里面 我在强调我跑过六年台北市镇 那个建造没有拿下来之前 没有人敢动 没有人有把握的啦 是 因为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而且我告诉大家 2022年那个时候的台北市的建管 而且他的起造人就是朱雅虎 是 所以朱雅虎当了顶月开发的董事长 最重要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帮金华城把20%的龙奖拿到嘛 帮柯文 帮沈庆经把这个金华园区的开工典礼办完嘛 那他隔一年5月2023年的5月朱雅虎就卸任了 所以代表什么 龙基拿到 动土拿到 开工之后 朱雅虎没有建筑任何的专业 他就卸任了 就工程升退了 但我们要讲的是说柯文泽11月1号的秘密账策 就出现了省庆经 有经手人 有1500 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超巧 巧到底巧克力百分之百的巧克力还要巧 是不是 我告诉大家 10月18号拿到执照 11月1号就出现了那个1500了 是 而且我告诉大家 2022年台北市的建管处 因为柯文泽对建管非常苛刻 所以建管处的同仁几乎很多人都离开 所以有很多的建案跑了很多 跑了很久的流程 就是拿不到建筑执照 柯文泽怎么可以确认金华城在10月18号 可以拿到建筑执照 隔一天还可以去帮他动工 他怎么会有这个信心 如果不是柯文泽已经帮忙排好了 他怎么会出席 这个底气也太足了吧 你知道吗 他出席之后可能很糗啊 动土典体先动 然后记者在旁边问说 你都没有拿到建筑执照 你怎么好意思来这边动土 你怎么百分之百有信心 所以这代表就是说柯文泽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柯文泽的秘账在两个礼拜后 出现审讯金 出现1500 大家也不会意外嘛 好 这个部长 你说今天提讯审讯金至关重要 而且现在看起来 陈佩琪的角色也越来越浮上台面了 对 我们今天要重新看一次 地院法官的基地裁裁定书 基地裁裁定书 现在我们这个电视上面 登的这个字眼 这个文具 这非常的敏感 他说 该时却有不明来源金流 分别汇入 其配偶及子女账户类 换言之讲 就是柯文泽的账户里面 确实有收到不明来源的金额 对 这个是今天我们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一项 我就搞懂了 为什么他不愿意提出抗告 抗告 有这句话怎么抗告 你的 你太太跟你子女的账号里面 不明财产来源金流 不明金流 你怎么抗告 你抗告个鬼头 你根本是犯罪的吧 财产不明来源罪 你确定了嘛 对不对 所以柯P说我现在不抗告 让法官有好好去查 两个月时间查清楚 那个是在这边做戏嘛 真正讲知道说 问题就 真正讲已经被查到了 对 但是你现在目前不能证明 同一笔钱 两笔钱是不是同一笔钱 对 理由为什么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按照审刑金跟的做事习惯 我跟他很熟 我了解 这种重要的金额的交付的话 一定是他本人交给柯P 他不会透过第三者 所以现在变成说 审刑金跟柯P中间有个断点 那这个断点要证明这个断点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北检把审刑金调出问的原因 因为这个断点如果连接起来的话 所以这个比查任何政策多有意义 对 而且他是隔离 隔离征讯 他有可能就告诉柯P说 我已经查到你1500万了 柯P他不知道 柯P承认 沈金晶也可能 因为是隔离征讯 他可以利用囚徒理论 他也囚徒理论 他这个他账上1500万 是你给他的 对 搞不好沈金晶 他你看他去的时候 做的是轮椅嘛 回来的时候站起来做 走路了 精神很好 搞不好今天下午 他已经达成协议了 如果说达成协议的话 他沈金晶也认了 你自己登记的帐上 被人家抓到 你怎么能怪我沈金晶出卖你呢 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出现的话 沈金晶很快就交保了 交保的话 隔禁就中了嘛 这个1500万就中了嘛 所以现在问题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 不是我们在这边杜撰 风穴来风 就是地方法院确定 陈佩奇跟资金晶收到钱 有不明金流 也确定 应小微这边有一笔钱付出去了 对 那这两个东西 金额雷同相当 时间一样 那我们一般在查洗钱的话 就是时间跟金额相当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一进一出 大概就可以抓到这个来源 所以他现在问题是 只剩下最后一个 最后一关嘛 确定两个统一笔钱嘛 那这个目前 这个确定同一笔钱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种 不见得要问当事人 因为你这个金额 因为很简单一个 第二个问题 我很简单嘛 陈佩奇怎么讲的 陈佩奇有用了一大堆理由 解释这个钱 怎么收尾钱 搞费 演讲出席费 我现在请问你 检察官推翻陈佩奇的理由 这些金钱来源的理由 的能力有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没有 这个没有 起码很简单 我告诉你 如果陈佩奇当天 是在庭上作证的话 伪证 伪证对 七年以下有期出息 他惨啊 不要乱讲话 所以我不相信 陈佩奇当天 在庭上讲那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